正新诚意,虚怀若股,这是正新股对于投资,商业的理解,2015年6月,正位约专注于投资伟大企业,的正新股创新资本成立,正新股名气或许不如IDG, 红杉内亚广为人知,但他的创始人林立军却在基金圈非常有名气,曾被誉为公募行业最年轻的一把手,更为资本圈称道的是,短短三年时间,林立军便带领任新股成功投资了滴滴出行, 毕丽毕丽,逻辑思维,康明音乐,阳光保险,小唐人,酒营科技,真和科技等优秀企业,一成就他人,创造卓越价值未出新,创立正新股在公募圈,提起林立军,其本没有不知道的, 他曾被誉为公募行业最年轻的一把手,但愿会天赋总经理长达十年,林立军将会天赋打造趁业内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林立军生于197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硕士, 曾于1998年在上交所参加过中国第一支基金发行上市工作,并曾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创业版筹备工作,及上市公司监管部, 2004年参与创建惠天赋,目前林立军兼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惠天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在2004年参与创建惠天赋时,林立军担任总经理,此时刚刚三十出头, 在他担任惠天赋总经理的十一年间,惠天赋基金行业排名越升至第六,资产管理总额于四千亿元, 为中国基金行业过去十年成长最稳定快速的公司之一, 其中,在林立军掌舵期间,惠天赋第一支基金优势精选基金, 十一年年化收益率为28.4%, 但惠天赋在众多资产资产管理公司中脱颖而出,创下了多项成绩, 林立军选择工程升退,2015年,林立军理财会天赋, 一切归零,从公募转战私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他已经成就他人,创造卓越价值为初心,创立了正辛苦创新资本, 目前,正辛苦创新资本管理资产规模超过200亿, 其下管理的基金已达25个,专注于投资文化娱乐, 医疗健康领域在创投界里,各个创投机构的投资策略不尽相同, 比如,IDG资本,天爱互联网,IT,电线领域, 深创投资注于IT,生物医疗及建筑工程领域, 金本创投则主要聚焦于移动社交,互联网金融, O2O领域,林立军相中的则是文化娱乐, 医疗健康,教育,现代金融行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未来投资机会, 三年时间,郑兴股大举进军这些行业, 同时也享受到了行业快速增长带来的红利, 巨蜥牛执行统计, 截至目前,郑兴股共投资了35个项目, 其中,文化娱乐,医疗健康领域的项目占了半壁江山, 数目分别达到了13家,10家, 占比分别为38.24%,29.41%, 代表项目有比利比利,开心麻花, 逻辑思维,酒盐科技,林军,石生物, 康明医院,真和科技,富宏汉林等, 进一步看,正新股所投资的项目在各公司所处行业的细分行业里具有独特的优势, 如,中国最大的出行平台,滴滴,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 罗吉思维,中国最大的精神心理医药集团, 康明医院,优秀的生物公司,军事生物, 领先的肿瘤咖啼治疗公司, 要名卷落,中国最大的图片社交公司, 因,中国最大的二次元社区, 比利比利,不得不说, 这些都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项目, 其中,正新股对罗吉思维, 连盈蓉,小唐人, 真和科技先后进行了两轮投资, 对军事生物更是多次增持其股份, 一直成为军事生物的第二大股东, 可以看到的是, 对于新宜的项目, 正新股砸起钱来毫不手软, 如哔哩哔哩,开心麻花, 康明医院, 军事生物的投资均超过一亿元, 正新股创新资本投资部分项目, 成功投资B站账面回报近三倍专注投资伟大的企业, 正新股的官网如此提到过投资的初心, 从被投企业的增速和估值来看, 这一理念正在慢慢成为现实, 据不完全统计, 正新股投资的企业中, 估值超10亿的企业达18家, 其中正新股投资的项目, 便利便利, 于今年3月28日, 在美国拿斯戴克上市, 市值达38.32亿美元, 2015年, 面对仅计划融资5000万美金的B站, 董事长陈瑞, 利利军果断押注, 一亿美金, 逐期签下多个独家IP, 占领业内最优质的内容, 迅速成为动漫视频第一平台, B站于2018年3月28日, 成功在美国拿斯戴克上市, 正新股作为B站的C轮领头方, 也赚了肯满波买, 截至B站上市日, 正新股持有B站股份, 2135.35万股, 一笔时是2.67美元, 美股的增发价计算, 其股份市值达到了2.71亿美元, 较当初投入的成本1亿美元, 账面回报2.71倍, 正新股投资的另外一个成功项目, 滴滴, 根据IT局次显示, 正新股于2016年2月投资滴滴出行F轮, 一同投资的还有北汽集团, 中投, 中金甲子, 中信资本, 当时投入估值为165亿美元, 目前估值已达到560亿美元, 估值增长了3.39倍, 此外, 正新股在2017年6月出资2000万对, 前不久刚A股IPO上市的 彭丁控股进行增资, 持有0.11%的股份, 一直成为彭丁控股第16大股东, 增资当时彭丁控股估值177亿元, 目前, 其估值已达371亿元, 账面回报2.1倍, 另外, 正新股2015年10月, 领投罗基思维时, 其估值约为13.2亿元, 目前, 罗基思维估值已达100亿元, 是其2015年投资时估值的7.5倍, 据媒体报道, 罗基思维目前已在进行 pre-IPO融资, 有意2018年下半年申报IPO, 目标是在2019年登, 陆创业版, 除此之外, 高斯教育, 富鸿汉林, 也被传领IPO, 一旦这些企业上市, 正新股有望获得更大的收益, 不过, 正新股的投资已有失手的时候, 港交所上市的康宁医院的回A之路就摇折了, 三板布局多家企业豪杂, 数亿成真实生物第二大股东正新股投资的众多项目中, 有不少出身新三板, 自2015年年6月投资九严科技后, 正新股后面陆续投资了三板明星企业 真实生物, 开心麻花, 高斯教育, 八亿时空, 其中, 高斯教育于2018年7月, 二十重新三板摘牌, 真实生物在2018年8月7日, 小杠交所递交招股书, 有望成为新三板加HB股, 资料显示, 真实生物是一家创新驱动型生物制药公司, 指令于创新药物的发现和研发, 同时, 真实生物也是第一家就PDA科龙抗体, 向CDA提交R&D申请和MDA的中国公司, 也是国内首家就PCSK9丹科龙和KBLYS丹科龙抗体, 值得CDA的R&D申请PDA的中国公司, 新牛郎注意到, 正新股旗下管理的基金上海谈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一次出现在军时生物, 2017年半年报中前是大股东名单里, 持股比例为4.08%, 为公司帝是大股东, 在此之前, 上海谈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持有军事生物0.89%的股份, 自2017年开始, 正新股便一直增持军事生物股份, 截止2018年6月底, 其持有军事生物8.44%的股份,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公开资料, 提出上海谈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前持有的0.89%的股份, 即2017年下半年增, 持得2.11%的股份成本, 正新股其余股份, 投资成本共3.5亿亿元, 根据军事生物, 目前108亿的股值, 正新股只有的军事生物的股份市值, 达到了9.12亿元, 账面回报近两败, 对于喜剧王开心麻花, 正新股也早早开始布局, 根据开心麻花公开披露的公告显示, 正新股于2016年3月, 投资开心麻花8535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正新股持有开心麻花2.79%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 具体眼查显示, 目前正新股旗下管理了25起基金, 其中, 正新股旗下基金上海乐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多次出现在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里面, 其中包括八一钢铁, 山西粉酒, 腾顺醋业, 福药玻璃, 寄川药业, 长春高新, 阳光城, 新河城, 赵益创新,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正新股旗下基金上海乐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长春高新持股比例2%, 为长春高新第三大股东, 持有阳光城0.73%的股份, 为公司第十大股东, 持有新河城0.47%的股份, 为公司第六大股东及赵益创新2.35%的股份, 为公司第七大股东, 其中, 正新股日2017年先后两次, 以148.55元和183元的价格分别买入, 长春高新314.96万股, 24.53万股, 以2017年12月29日收盘价183元计算, 其上面浮赢, 达到1.09亿元, 显然, 李立军和正新股, 并不满足如原有的公募投资模式, 带着公募的金星转战四目, 正新股结合良辙, 打造了一二级市场一体化的投资逻辑, 并在三年的时间里, 迅速验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上, 正新股会开出怎样的花朵, 值得期待。